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可能我对教育员设计来说我也是黑客 就是我是一种很快的方式 很暴力的方式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 那其实大家认识我更多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例如像世杰或像曙光 我相信他邀请我是因为之前 我们认识很久了对不对 有十年的时间 那大家知道我是更多是我 我是一个公益的一个从业人员 我是发起一个公益活动叫多闭公斤 在04年的时候 那发起来的活动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经历 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做公益的经验 我自己只是当过一些志愿者 那但是我有一个爱好 就是我是一个背包特 我很喜欢自己背包去旅行 而且我喜欢去很多那些非常天地的农村 那这旅行过程中我就去看到很多农村的学校 还有农村的小朋友 于是我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多闭公斤 就是鼓励每个人在旅行的时候呢 去背上一些图说文具带给沿途的乡村的学校 那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活动 那我是在04年发起这个活动的 发起之后呢 因为这是我在上班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业佑爱好 那但是没想到发起之后呢 就这个活动就 慢慢慢慢地变得流行起来 就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很有趣 很多人参与 那于是我就开始有些烦恼 就所谓的城坛中的烦恼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去问我 你们什么时候组织活动 什么时候带上我 那也就是很头疼的问题 因为组织活动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 而且我自己也不喜欢组织活动 我自己喜欢一个人买一个背包 但是 但是抓起这个活动之后 大家都觉得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公益 如果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做公益一定是需要有人去组织的人 做带途大科 或者有一个组织 我们可以跟着他去做 那时候很少有人想到说 我可以自己成为一个组织者 我可以自己成为一个公益的团队 我可以自己去做公益 很少这样做 但是我自己不想做组织者 那于是呢 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网站 我想把这些人通过寄出来去紧接他 就是 我们做了一个KG.博客区的这样一个网站 那 这个网站呢 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大家可以参加自己去 发起了组织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那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缩小版的勾办同程 就是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参加去发起了组织 公益活动 可以自己去组织 去哪个学校去多倍公斤 那我们做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我们发现 现在发现 就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要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 其实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那个信息 这个 最主要主要讲过的就是 学站在哪里 对不对 好 因为很多 旅行者 飞蛙客 他是 不知道这些上去学校在哪里的 而且这些学校需要什么 他也不是很清楚的 那 那我会怎么做呢 那我发现又是一个难题 就是我不可能说 我们自己去收集这些所有的学校信息 于是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 我们要 旅行者自己去收集学校信息 因为很多 旅行者在冰包的时候 他可以路过很多 农村 或者在 或者在一些 乡村的旅游景点 例如像 立江 阳朔 或者树河等等 这些地方 凤凰这些地方 其实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五公里或十公里之外 就有很多的一些乡村的小学 其实他们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多种的旅游就能发现一些小学的信息 那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工具 去把这些小学信息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 于是这就变成一个 可以自己去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 可以自己收集 收集学校信息 搜索这些学校信息 然后自己去发起和组织活动 变成一个这样一个 自发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大概做了四五年之后呢 我们发现了 这个学校判断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些旅游者 他收集的学校信息越来越多 那大概在09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通过这种方式 收集结大概有 差不多1600所的三个学校信息 那我们可以看看就是 右边就是一个 学校信息的页面 这是广西桂林附近的一个小学 你桂林可能是几公里的 在阳朔 在阳朔就几公里的地方 那这学校页面可以看到 就是有这个学校的一个 一个位置的信息 还有学校的一些基本信息 还有学校的照片等等 那旁边还有学校的地图 还有学校的一些交通方式等等 那这里面其实最有趣的信息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这些字体 就是学校的一些需求 学校需要什么 包括学校最非常需要的是什么 像最实际上它非常需要的是球鞋 体育用品 然后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是像是一些低幼儿肚物 笔上皮 尺子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那这是其中一个农村学校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当时想 那既然我们收集了1600所学校 那我们看看这1600所学校 它总体的需求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很有趣 那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呢 就有一个名词叫大数据是不是 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数据的概念 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大数据的思维 那我们就想尝试去看看 这1600所学校的它的需求 那我们把它需求分析出来是 其实是有一个代表性的 那于是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数据的收集 数据的一个统计 那我们把这些需求呢 分成别类 做成了好几个不同的类结 那上面可以看到有书籍文具 衣服医药等等 那可以看到上面两行 主要是一些硬件上的需求 那就是像体育器材设施教具等等 然后最下面的那一行呢 课程活动和教师 这些软体上的需求 软件上的需求 那通常来说我们做功率 往往会集中在一个硬件上的需求 因为这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 看到学校 学校桌子 或者学校服装馆 或者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体育器材 医药等等 这是我最容易看到的 那些软件上的需求 我们软件上的需求 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到的 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发现呢 其实在三村学校里面 很大一部分的需求 它是一些软件上的需求 那这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软件上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繁盛的需求 而这也是我们 大部分的工艺项目 是比较容易忽略掉的 而且我们就开始去重点 去研究这方面的需求 那这里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就提出来 其实三村学校是有老师的 每个学校都有老师 但是为什么这些学校 还会有这么多的 这些软件上的需求呢 是因为老师不够吗 还是因为这些老师不会教这些课程 那于是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乡村老师们 他是怎么去教这些 去教学的 他们怎么上课的 当然我们看到刚才这里没有 很少有语文科数学课这些需求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以猜到就是 语文科数学课这些课程是要考试的 甚至初中甚至高中是要考的 所以这些课程老师肯定是会重点去准备的 而且肯定会有这样的老师去上 但是那些非主科的课程 像是毕业课 美术跟体育课 卫生课等等 往往是牛老师的 牛老师能过去上课 那我们就开始研究 乡村老师他们是怎么去教学的 那我们就做了一些访谈 这是其中几位老师的照片 其实蛮有代表性的 大家看到可以 能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这三位老师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吗 男性 对 千老师大部分是男性 当然也有女性老师 但大部分是男性老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对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发现 因为我去过很多的相对学校 我就发现 大部分的相对学校 其实很少年性的老师 后来我知道原理就是 通常说 一毕业的有些老师 师范老师是会分辨到相对学校的 但通常这些年轻的老师 基本在三年之内 就会找机会去 去到现成化 去到城市里面 因为现成和城市的学校 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所以相对学校是很难留住年轻的老师的 那于是呢 我们下来都是像这样那些 四五十岁的中年老师 都像世界这种代表的 哈哈哈 那我们年纪 共同四十多岁 三五十岁 快进入退休 然后他们在相对学校 基本上已经交了有二十年以上 那同样就是他们做一个现实来说 他们其实他们的一个知识结构 已经比较老旷 他们获得的这种培训的机会也比较少 学习能力相比较说已经比较弱了 那这是他们的一个现实 那除了这里外呢 我们还做了很多的一些 跟老师和学生的一些访谈的工作 主要是研究老师怎么去教学的 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 像是老师和学生的访谈 那对老师的问题 我们问了几个共同的问题 比如 我们关注的是一些复课的教育 像音乐体育美术卫生等等 那我们就问他们 美洲多岁这样的课 那我们拍一些很短的视频 不那么重视 那我们就继续问他们 就是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这一课怎么上的 你们是 所以我觉得很巧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播老师怎么上美书课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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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 感觉是被美洲多岁老师识笑的 对不对 但是这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 中国多岁老师识笑的现实 就是这样 那他们 那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后 我们还问他们就是 除了上课以外的就是 例如 他们的 那个 课余的 改作业 还有 还有那个备课的时间 那这很有趣 这个老师 他是一边改作业 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的 改作业需要多少时间 那每天改作业 要发多少时间 可以 就帮他想好了 中午的时候大概又花了一个中午左右 四个月左右 改作业的时候根本是经改还是促改 所以这样不是比较多的话 可能是四个月半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改作业对老师来说 也是蛮大的一个负担 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利用一个下课的时间 甚至中午清晰时间来改作业 最后我们也评论他们一个问题是 备课要多久 来一天很久了 一般都是晚上站好备课 大概每天要备课多久呢 一般都是会一个小时左右 一般起床的时候晚上写 晚上要写多久呢 那好像看明确的课程 多然可以在课的时候 大概是十一二点 实际上我的学生发的课非常爱意 因为没有参考说 因为全体的女生的老师来说 他那个小姐给我说 不像他说明个小说 我三个小说就三个 OK 那通过这几个很短的事情 大家可以了解到 就是农村老师 他的一个真实的教学的喜欢怎么样的 那可以看到就是总监说来就是 第一他们很忙 第二他们不会教一些副科的科目 这我们观察到的大量农村的学校中 共同存在的问题 那通常说我们发现就是面词教的问题呢 现在我们说做工艺有两种解决的办法 第一是做培训对吧 培训农村老师 那第二就是我们去招募一些资教老师 去让他们去教导这个资教里面 当时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图像 我们发现这两种方法它未必是很有效率的 因为农村 中国农村有超过二十万所的乡学校 那我们发现像用之前的方法说培训老师 或者说去招募资教老师 能造成影响可能只是杯水车性 那于是呢 了解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创意有个想法 就是说那我们可能用一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去通过设计教学产品的方法 一个傻瓜化的 容易使用就是一层的教学产品 通过这样的方法去改善这样的一些教学的情况 那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一公尼壳子 这样一个产品设计方法 那我们希望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能够去为更多的更大范围的农村学校 提供这样优质的一些这样的内容 那能够去帮助他们去更好去 改善他们原来是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些教育的 这些课程 那接下来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设计的经验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接触任何设计的工作 我们自己也不会设计 那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办法就是边做边学 勒连百度 就是做中学 那我们找到了一本书 就是我们在网上找的 就是IDEO IDEO是美国一家设计公司 那他有一本书叫 CMD Design 那他这本书呢 是专门针对一些工艺的项目 针对弱势人群 提出了一套设计的方法 以人类本的设计方法 那这里面他提出一套设计流程 研发出一个很好的产品 然后 一举上市 然后做广告 就像我们买的海飞丝的话 什么 他的那个上市的流程都是这样的 他们研发出一套产品之后 去做广告就上市 但是呢 在CMD Design里面 他强调的是一种快速开发的方法 就是说 我尽可能的尽快的去做出一个 所谓的原型 就是只带有核心功能的 这样一个产品的模型 然后尽快的交到我们用户的手里 让他们去用 去感受 然后尽快去反馈 然后去修改 用这样一个迭代的方法 来做这个产品的设计 那这是他们做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项目是 这是他们做的一个 激光手术当中的原型 就是他们用很简单 几个马克笔 还有加手 然后透明胶把它卷在一起 然后交到那医生手上 让他们去用这手 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那这是他们做的一个方法 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所以我们就 借借了这样的话 去开始设计我们这个 共享中的产品 一公斤盒子 那么首先我们是提出了 一个很简单的产品概念 我们认为这盒子里面包含什么呢 就是首先它应该包含一些 最重要的是包含一个课程的设计 就是一个使用指南 我们要告诉老师 你用这盒子可以上什么课 怎么上 那同时呢 它还需要包含必要的降纯材料 因为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个战士的简单方案 老师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以后不需要再去额外去的 另外去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 最简单的一个产品概念 那有这个产品概念之后 我们就开始根据这个 产品概念来去 去做我们这个原型 那我们很快地去 因为这个产品概念很简单嘛 就是指南加材料 制盒子 那我们就一做盒子这部分 我们就马上去上淘宝买了一个盒子 很简单 这盒子三块钱 很容易买到 但是运费花了我们十块钱 这我们第一个盒子 盒子之后呢 当然里面还有材料 对不对 那这是美术盒子的一个最近的材料 一些美术的最近的材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原来的模型里面 我们有了盒子 有了材料 那剩下就是一个那个使用指南 就我们的那个教案课程的开放 那这个是不能购买的 那需要我们去参与 去去去共同去设计 那是我们就开始去邀请一些 老师 职业者 还有教育的一些NGO的朋友 一起 咱们帮水面去讨论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个那个照片下 都有一个时间 这是一年八月份的时候 那通过这样讨论 我们就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 我们那些课程 还有活动的一些概念 我们都把它用图画的形式 把它给做出来了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做出了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产品的原型 那有这产品的原型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原型 升级了一次 做了一次的复制 那我们就有了原型的第二代 第二代的原型 就很快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有了那个原型的第二代 那大家可以看到 原型的第二代是 已经比第一代有非常重大的改变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们有了logo 对吧 这是很重要的改变 对不对 有logo 对吧 然后还有弹图上的那个 下面还有弹图上的一些贴纸等等 但是还不是印上去的 因为我们还只是一个原型 所以只是做贴纸印上去 然后有了这个 这个原型呢 我们当时是做了50个 那为什么做50个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是 叫做测试 我们希望有足够多的测试 能够去看到我们的使用者 他的那个使用的情况 给我们足够反馈 然后再去调整 那有了这样一个目的之后 我们就开始制定 我们的一个测试的计划 这是我们当时呢 在白马上的一个测试的计划 当时我们计划是 可以看到湖南 有贵州 还有云南几个省份 那么还有 当时我们在北京嘛 还有河北 还有北京都面的学校 那这是我们当时 几个分的一个测试计划 有了测试计划 就是我们就带着 我们的同事 就带着这些盒子 就下到这些不同的学校 然后 然后我们自己上课 同时也交给老师们 去使用这些盒子 让他们去 去使用盒子来上课 那经过这一轮测试 我们这一轮测试 发放了五十个盒子 大概有七八个学校 使用我们的学校 使用我们的盒子进行测试 那使用之后呢 他们就提出一些反馈 主要的反馈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这是很多的 我们的第二个题外的 就是他们说这个盒子 虽然已经很轻了 还不到一公斤 但是对于旅行起来说 你提这些盒子来旅行 其实不是很方便的 然后第二个反馈呢 主要是来自老师的 那老师呢 他们用过之后 他们觉得 这样的一个盒子 很好用 很简单又很好玩 但是里面提供的活动 好像有点少 那能不能说 你们能够提供更多的活动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盒子 变成我们一个 可以日常上课的 每周上一堂课 这样的一个形式 变成一个持续使用的 这样一个工具 那针对这两个反扣 我们就 就提出两个解决的方案了 那第一个解决方案很简单 是怎么去解决 携带的问题呢 那我们就在盒子里面 去增加一个布袋子 所以如果你不想提振 它走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 抓到那个布袋子里面 然后再打包进你的背包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就连复杂 就是提供更多的活动 那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活动卡片的 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把很多这些下方的活动 这主要是于美术和手工的 一些创作的活动 像实用化 手印化等等 那我们把这些活动呢 就是设计成了一张张的活动卡片 那每个卡片就可以去 让老师们去上一堂课的 这样一个活动的课程设计 但是我们在 我们在盒子 这个版本里面是没有用到这个活动卡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发布时间很赶 主要是 因为做的课程设计 其实是需要大家的这种投入 还有测试的工作的 所以我们在第一版里面是没有加入这个活动卡片里面 那于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调整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1.0的正式的版本的发布 这是到了12月了 11年12月 那大家看到这个1.0版本 已经又跟元气有很大的进步 对不对 主要已经在logo上还是 对吧 这次的logo是运刷版的 这很不一样 就马上感觉这个很土豪 有了1.0版本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可以做大量的去 大量的去制作和分发 那在这1.0版本里面呢 我们是设计了四种盒子 美术、手工、阅读和戏剧 那总共呢是发放了接近三天的盒子 发到全国的两百多个学校 那这个通过这样的发放呢 我们实际上是获得了更多的这些老师和Jump的一个使用的反馈 那也让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完善和优化 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数据的支撑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后来就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有2.0的版本 就有大量的这些教学的卡片 有几十张的不同的教学卡片 对对对 不止了 那个不止了 有四五公斤 然后后来有3.0版本 那除了创作这个主题的盒子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像科学阅读 还有生活技能的系列 包括地震临时等等 有更多的盒子 后来设计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 在最初做这样的设计时 都一个这样一个 一个过程 一个经历 那最后我想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经验 在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那我就有几点是希望和大家分享 就是那第一点 最重要点就是我们要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要发现真正的需求 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去发现我们用的需求 通过数据 通过面对面的沟通 通过了解 我们要去发现真正的需求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做产品 特别是做公益的人 做产品的时候 其实它往往会带着很多自己的想象 因为我是善良的 他说我是想改变世界的 往往是按照自己想法去改变世界 而不是说 是真的去满足受助人的需求 然后 第二个经验就是说 我们的产品概念是越讲得越好 因为越简单的产品 你愿意把它做出来 越容易和别人去沟通 越容易要人去了解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你怎么去把你产品变得 你的产品变得简单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花时间去讨论 去改善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原型的开发要快 你不要害怕它很吐槽 就像我们随便向淘宝买一个盒子 因为你越快能把你的原型 能够交到你用户手里 就能够越快地去得到它的真实的反馈 你就可以越快地去把这个迭代过程给运转起来 然后很重要点就是 我们有了原型就要去进行不断的测试 不断的测试 然后不断去改善 不断调整 因为我觉得产品开发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方的过程 未迭代的过程 我们要进行大量的测试 大量的调整 大量的改善 才能够最后能够得到一个 我们比较完善的 比较满意的产品 那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也意识到就是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人力 我们资金都是有限的 在一个确认时间 确定时间内 我们需要所有去控制一些功能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功能 都放到一个版本里面 因为这样会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 按时地去提交我们的产品 按时地发布我们的产品 那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产品看成是一个 产品的设计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的发展 迭代的过程 那我们有了第一个版本 就是我们要不断去往下扩展 那去看到 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机会 OK 这就是我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